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婷安 马上带您来关心 今天12月31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首先一定要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明年一定会是更好的一年 在这边也要告知大家 明年1月1号的元旦不会有国际报哦 而在今年的最后一天 地球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大事 除了韩国前总统普景会正式被释放之外 还有世界首富在今年换的人 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老婆梅兰尼亚 也跟上了NFT的热潮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国际新闻焦点 就请各位一定要收听到最后哦 首先要带您来关注到 上周五曾经为各位报道到 南韩前总统普景会获得了特赦 而在当地时间12月31日的零时 普景会被正式释放 但是因为身体的因素 会持续住院到明年的2月2号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南韩政府已经向普景会颁发了赦免证书 同时也撤离常驻病房的罚警 而支持者也聚集在普景会接受治疗的 三星首尔医院外面 送来的花环排开长达了250多米 但另一方面 反对普景会特赦的全国人民行动小组 也在首尔清晰广场大楼前 举行了公民反对普景会大赦 和谴责文在寅政府的活动 由于多种疾病产生 普景会需要大量的医疗费 而他的住宅也因为要缴交罚款被扣押 根据了解 亲信们正在苦恼该如何解决医疗费用 以及帮他找到出院后的住处 接着要带您来关注到 阿富汗的前总统甘尼 在逃亡海外后首次接受专访 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的节目中指出 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那天 也就是8月15号的清晨 他完全不知道这将是他在阿富汗的最后一天 他说 他还表示 国家安全顾问墨西部在当时 只给他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做决定 但是甘尼不顾阿富汗国民 选择自己逃亡到海外的举动 让阿富汗人非常的不满 不过甘尼也用这次的专访表示 当时塔利班建立新政权 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了挽救喀布尔 他只好牺牲小我 他也说 自己理解阿富汗百姓的愤怒 因为他感同身受 记者要带您来了解 每年都会有许多人期待新的世界首富名单 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占据了那么多的财富 而今年的十大富豪也出炉 根据彭博一万富豪指数的最新统计 在2021年全球前十大富豪的身价总计增加了新台币11兆元 而十位富豪的资产也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 在今年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成为了全球首富 因为特斯拉公司的成功 使马斯克的身价一度超过3000亿美元 根据统计 他在2021年增加了约新台币3.3兆元的财富 而第二名则由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拿下 从去年的第一名调了一个名次 为了更认证经营太空探索公司 还有贝佐斯地球基金 贝佐斯从今年7月开始就不再担任亚马逊的执行长 虽然不再是世界首富 但贝佐斯的资产还是增加了1388亿新台币 LVMH集团的执行长阿尔诺 以新台币4.9兆元的净资产 成为了首富榜的第三名 来自法国的LVMH集团 旗下品牌有LV、Dior、G凡西等奢侈品 一年的亮眼表现让阿尔诺成为了欧洲首富 而在全球十大首富当中 除了阿尔诺以外都是美国人 大家熟悉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虽然已经不再担任董事长 但是仍然因为持有微软1%的股票 增加了70亿美元的财产 而今年致力于发展慈善事业的他 是全球十大首富当中的第四名 第五名和第七名是Google的联合创办人佩吉还有布林 而第六名是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 他以37岁的年纪成为十大富豪当中 唯一年龄不到40岁的成员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到 位于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 发生了大火的意外 吞噬了几百栋的民宅 而有无数的民众只能赶紧撤离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霍尔德郡的警长派勒表示 应该是因为干旱的前岭地区的电缆线 和遍电箱遭到强风吹倒 产生的火花引起了这起草原大火 他也说 包括苏碧列以西的370个住家 以及苏碧列旧城区的210间住宅 还有当地一些其他的民宅都被烧毁 不过幸好 目前没有传出任何人失踪或是罹难 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波利斯宣布 科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表示在几秒钟内 一个足球场面积的土地 就在大火中复制一具 让人完全见证大自然的力量 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 由于波尔德阵风的时速 高达每小时177公里 让大火迅速移动 因此在苏碧列以及路易维尔地区 造成了危急生命的险境 他们也表示 预测今晚或是明天凌晨风势 就会减弱 到时候消防人员就能赶去现场 也会出动洒水直升机 还有消防飞机去对抗火事 而我国外交部也透过办事出货的消息 目前没有国人在这场意外中伤亡 最后要带您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老婆 美兰尼亚在圣诞节之前宣布 她将透过NFT的形式出售水彩 而这幅画画的就是她的眼睛特写 美兰尼亚在社群媒体平台和个人网站发布声明表示 我很自豪地宣布我在NFT上的努力 这体现了我对艺术的热情 并将透过我的B-Best倡议行动 延续我对孩童的承诺 她也提到 她们将透过这项以新科技为基础的计划 为儿童提供电脑科学技能 包括编写程式和软体开发 让她们在脱离寄养家庭之后得以茁壮成长 但是美兰尼亚没有提到 会有多少比例的收益被用在儿童身上 针对这个问题 CNN多次尝试联系还有提问 但是目前尚未收到回复 这个NFT的名字叫做美兰尼亚的愿景 出自法国艺术家科隆之首 在12月31日也就是今天之前 可以透过加密货币Solana获得 并透过区块链获得验证 而NFT的特性就是 它的价格会根据市场变动 现在梅兰尼亚的愿景大约是175美元 折合新台币来到了4850元 而一名消息人士觉得 梅兰尼亚选择的时机很快 美国正饱受着新冠疫情 还有天然灾害的冲击 有许多人正在经济上苦苦的挣扎 而一名不愿意具名的前白宫官员表示 他觉得很困惑 以150美元的价格 在网路上贩售自己的艺术作品 似乎太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本节目有了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现在要来解答听众们的问题啦 第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特别的跨年回忆 最特别的应该是 去年跑到信义区准备看烟火 结果因为太冷了就受不了 然后又跑回家 真的是蛮荒谬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倒数的时候打算做什么事情 那个时间我应该会跟妹妹 还有家人一起看电视倒数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们另一位主持人若晴问的 想要知道我在跨年夜录音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是非常特别的经验 也很开心可以在跨年夜陪伴大家 虽然节目上架的时候 大部分听众应该都去跨年了 但是元旦或是之后的日子 还是可以收听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你问我答 在这边也要再次祝各位听众 喜点快乐哦 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 都可以到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给我们 也欢迎到台湾国际报的 IG或是FB 看看我们不同主题的报导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婷安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